Hello大家好,我是Fanny 這是龍香騰 我們還有兩個可愛的小夥伴 Rachel和楠楠 很高興與大家分享我們在重慶山裡的生活 我們一直都想住得更靠近大自然,遠離城市 所以從18年開始 我們在重慶的山上找房子 找了6個月,終於給我們找到了 這個地方呢,它有63平米,是一個清水的農宅 我們花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改造 每天被蚊子咬幾十個包 最後,我們得到了一個廚房,一個客廳,一個臥室和一個樹房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住在山裡面 春天滿山開滿了鮮花 但是昆蟲也非常的多 到處飛 我們好像住在萬花童裡面 周圍全部是不同的色彩 沒想到的是夏天的山山也很熱 所以我們搭建了一個小泳池 可以偶爾在裡面泡泡水 秋天能看到樹葉的顏色漸漸的變滑 還有變暖 冬天 這是我最不喜歡的季節 大部分時間都是寒冷潮濕 而且天氣非常的陰霾 但偶爾也會飄下一點小雪花 這座房子呢 給我們帶來了四年的快樂與寧靜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空間 可以工作給朋友住宿 還有種菜 所以在2022年中 我們搬到了一個新的房子 有三層樓 額外的工具房 和一個前院 還有一個小菜園 這個房子 它本來是做農家樂的 所以故造有點奇怪 因為房子裡面有9個廁所 我們讓現在的房子變得多功能 可以看電影 畫畫 攝影 閱讀 喝茶 和做圓飲 滿足了我們很多的興趣愛好 除了清潔打掃之外 我們兩個都非常不喜歡做清潔打掃 在新家已經住了一年多了 到我們還在陸陸續續做一些整改 除了日常工作和家務之外 我們現在也在慢慢的改造我們的前院 還有我們的小菜園 我們現在也在想要做一些 我們已經看到剛剛好 但是... 我們要做些大小菜園 我們要做些什麼 不管是最重要的 我們要做一個小菜園 那就是我們的小菜園 而且我們可以做一些小菜園 我们从25岁到30岁 这五年在山上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体验 我们依然保持一颗开放的心 继续学习与用心生活 希望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家和生活 有时候很安静很漂亮 但有时候也是经常很奇怪很混乱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在山里的生活 欢迎点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